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确定一个问题 构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还有什么是构图 在自能手机如此普及的现代 很多人已经用手机拍摄视频或者拍照片多年 仍然没有去想过构图这个词 从抽象的角度该怎么去定义它呢 构图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答案是技术达标不等于优秀的画面 你可以把曝光控制得很准确 色彩还原控制得很准确 但是不见得这组画面就会很出彩 大家所看到的画面都是技术上不错的视频 因为构图的失败 所以导致画面看起来很乱 拉低了整部影片的价值 我们先来对构图进行一个定义 另外会找出一些常见构图上的错误 这些也是大家会经常见到的一些错误 然后呢 我们会结合一些好的作品 谈一下如何来进行构图 因为在刚开始的拍摄阶段 很多的构图技巧都是出于模仿的目的而进行的 构图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好看的画面 好看的画面呢 不仅仅是在技术上的达标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构图不好的标准 一 画面的各个元素未有较好的表现形式 二 画面中的各个构成元素没有找到最佳的布局 三 画面没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和醒目的主题 这听起来呢 像一个美术的创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确定画一幅水墨山水画 那么我们要画一棵松树 画上三轮 还要画上青周 那么在正式绘画之前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松树的位置合不合适 这个渔翁是作为前景合适呢 还是作为背景合适呢 它们之间的大小比例该如何控制呢 这个就属于构图 但对于摄影上的构图和绘画不一样的是 绘画能够主观的去控制它画面的各个元素 而摄影师呢只能遵从客观的场景来进行方位上的布局 不过呢摄影师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手段能够改变画面元素的布局 那么这些手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目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在实际拍摄中我们会经常犯到的一些构图的错误 比如说这个画面主题不突出 观众呢都不是很明白 这段视频具体是要表现前景的杂草呢 还是要表现中景的衣物室呢 还是要表现后景正在建造的楼房呢 这个呢就属于主体不够突出 这个建筑物的空镜头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拍摄方法 让我们的摄影目标主体对对一个建筑物 然后呢我们可以让摄像机围绕这个目标进行运动 就可以拍摄出一个目标突出的画面了 这个画面中主体很突出 是这两个人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画面中构图是否有点复杂呢 地上树枝和垃圾 钻头 旁边的大树等等 会让我们的观众呢 看这段视频总觉得画面不够干净 而且呢 画面中元素太多 会一直牵引我们观众的注意力 我们拍摄时呢 通过缩小画面来完成画面的经验 当然还可以让我们的画面对焦的焦点在我们的人物身上 让后面背景虚调使用小景深来净化画面 从技术上来说 面对的一种构图形式 是因为这种照片的构图实在是太过于简单 俗话说 红花也要绿叶配 那么有了主体 有了浮体 而且浮体没有抢主体的风头 浮体呢 与主体之间形成了对比 那么这种画面的格局 表现形式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观 以上拍摄出来的呢 都是有一定缺陷的画面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犯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如何构图 让我们的画面显得更好看 1.黄金分割式构图 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数学知识 把一条线段AB分成三段 如果C的点是AB点的0.618的位置 那么C点就是黄金分割点 可以说这是所有构图准则的基础 我们可以用经典的黄金螺旋线 来作为我们的构图参考 画面中的主体主要处在黄金分割点的位置 那么画面往往会显得更美 更好看 更协调 其实我们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呢 不用刻意的去追求这种所谓的黄金螺旋线 在我们拍摄时 只要尽量保证画面的主体 大致在黄金分割点上即可 也是瑞琦的意思 瑞琦的选择VP收购飞房网 现在飞房的估值很高 美国那边已经开始出现了次贷危机 虽然现在还没有人能够预测 它带来的影响 不过 我觉得 这下面不挺好的吗 这挺自然的 你别弄了 你弄上边 好好好 你说什么 并告 那不就得你卖掉了吗 没得谈 我现在是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在跟你谈 你还是以投资人的身份 谈一谈如何实现上市吗 好 好 那我就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告诉你 实现价值是被投企业的责任 这就是规矩 你是个商人出展会 你哪那么多规矩啊 飞房 我跟你没关系啊 就会是 他头发弄得已经够好了 你现在能离 离开吗 那我还没 没弄完呢 已经很好了 他是在弄我的头 许总 电商现在已经开始打仗了 次贷危机一定会在未来带来隐患的 像你们这种 电子商务这种 粮利润的行业 只有寡头能活下来 其余的只能像苗小峰一样成为陪葬 你怎么能够断定陪葬的 一定就是我呢 初振辉 我是在用我的专业理性分析告诉你 现在是实现公司并购价值 最大化的最好时机 你不要再跟我往你那一套 知识分子的情怀了好不好 你不要忘了 非凡网就是靠我们这些 不专业的人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我是非凡网的创始人 兼最大的股东 那就请你用最专业的理性 再分析一下 非凡网的未来 该由谁来决定 二 九宫格构图 或者紧致性构图 先来说说这个构图的原理 其实这个构图呢 就是上下边找出0.618的位置 下上边的位置找出0.618的位置 然后左右边找出0.618的位置 然后右左边找出0.618的位置 把这些线段连接 就变成了我们的九宫格 因为看起来很像中文的紧致 所以又叫紧致型构图 单反相机呢 也自带这个构图辅助框 我们可以看到 景框中有四个点 这四个点就是黄金交叉点 一般情况下 只要将画面的主体 处于这四个点的附近 观众的注意力呢 自然就会被吸引过去 从而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 无论是黄金分割螺旋线 还是九宫格 都是能够让画面看起来更加均衡 更加和谐 在拍摄中呢 也是最为常见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知识点卡片 教育不是灌水 而是点火 十方教育